南台科技大学秉持务实致用之办学特色 及教学资源共享之社会责任 邀请教师录制开放式课程 课程种类包括基础课程 实验操作 多元语种及证照检定等 提供学生及自学者自主学习资源 进而达到终身学习的目标 因为有时候会有很多人会吓声 就是说你水掉你也大 你要好一点的你做你结局 比较温度够就可以了 比较温度够就可以了 要为各位示范的这一道是B11这一组题目当中的第四道 叫做葡萄柚凤梨汁 差不多半颗可以有120的料 这就是凤梨葡萄柚凤梨汁 这就是凤梨葡萄柚凤梨汁 葡萄柚凤梨汁的功能就是产生一个震荡的讯号 产生一个震荡的讯号 输出到你的电路上 那试破器的功能就是 可以在你的电路上量测 电路之中两点间电压的变化状况 先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调整 第一个你看到上面这个字 它叫intensity intensity就是表示这个波形的亮度 你可以调整这个波形的亮度 比较暗一点或者是比较亮一点 这里是属于频道一 是属于第一个频道 这里这个框框是属于第二个频道 那我们现在第二个频道没有用 所以你调这里的旋钮或者是按键 都没有任何的用途 那这一个这边就是所谓的时间 时间跟时间有关 跟横轴有关的全部都在这儿 跟纵轴第一个频道有关的都在这里 跟纵轴第二个频道有关的都在这儿 这调的快一点震荡的时间就变长了 调的慢一点震荡的时间就变长了 所以频率变慢了变快了 这个是微调 这个可以做微调 好 那中性是哪一个 就是ano 同学会说 老师那如果考试我太紧张我忘了怎么办 还有呢 ana 还有一个ano 有ana是什么 a结尾 所以它是什么 因性 那我们又背过中性是什么o或ye结尾的 那剩下这一个 其实也不用再去判断了 剩下那一个当然就是什么 中性 那你也可以验证一下o结尾嘛 所以是中性 这样就出来了 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管流进 流出的事 你看流进跟流出的事 就把这些计量先放到旁边去 右边 这两个值 有一个是定值 哪一个是定值 h定值 还是流进去的速率是定值 h是定 h是定值 好 我们想要解释这个 我们也想要解释什么 有些 国家 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国家 一般物价水准在某些期间 快速上升了 就像现在台湾 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 全世界各国都一样 都在对抗物价膨胀 那么我们有跟同学讲到说 那么我们金学的第二个原理 那么就是根据成本 根据成本来思考 到目前为止 你手边已经有十张 所以我们说接下来必死一张 那一张会不会再买 每一个生产者 每一个消费者 都是用边际思考 决策 是以额外每单位来进行思考 这样子才是比较接近人们的经济行为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每单位去观察 因为那个编辑的数据随时在变 第一个学位就是由中世纪教会所观察 然后在教会里面他们 唯一公定的科目就是这些 所以后来就延续这个传统 然后这个也意味着说 如果你很认真读书 你具有很强烈的研究精神 直到最后会给你一个证明 代表你的哲学的精神 这里是苏拉底快死之前的最后一张画 那苏拉底因为常常找人家讨论哲学 然后他跟一些高层讨论 然后他们就因为有政治权利 就想尽办法把他陷害 然后就陷害的理由 有信仰成帮所尊重的诸神 自行创立新奇的宗教仪式 然后第二个是腐化年轻人 你后面都把它加哲学 其实讲的就是你在做一些事 就是方法精致 就是好像你很会根据实际的状况 做出最好的判断